後來這個後禮拜開始就是四天五日一個連鎬 既然到連鎬 竊文專門閘的李克 就這樣排隊排到彈彈彈彈 彈票很難買 所以再來的竊文 就來經學推出到App 用手機就可以來選為富士 目前有通連國公頂五間的竊文 可以來使用這個App 從七月份開始 還有三間的夾子會來加進 今天最新的選擇 這個App 又推出到新工齡 大家來買回賣賣票囉 台南客運 台南國客運 節省交通都會加進 APP行動購票的旅客的比例還是有成長 那尤其這個疫情結束以後 成長的速度更快 以前我們一天大概平均賣個五百張左右 那現在我們已經成長到差不多一千張 疫情好賓獎 還要用APP來買票 後來這個年間如果要出去玩 可以省時間更安心